好,那刚刚我版本有改 所以你如果是旧版 待会可以重新装 那我们写一个很小很小的剖析器 这个剖析器的语法呢 就是像这样 那这边的T 会一个运算式会变成T 后面跟着加减T 这个可以重复 那T又会变成F乘除F 会重复 那F又会变成N或者是括号E 那我们剖析 比如说像3加4乘5这样的情况 它第一个当然是会比对E 那E又会变成T加减T 所以它第一个就比对T 那T比对完之后 如果还有加减的话 就继续比对T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T 比对完之后有加 所以它又继续比对T 没有错吧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T嘛 T比对完之后有加 所以后来又继续比对T OK 那问题是这里的T呢 又不是一个基本单元 它变成F 变成F 那F比对呢 就发现说它是F有没有转成N 所以它是4 是4 那接下来呢 F转成4 那接下来 这F完了嘛 F完又回到这里的F完 完了之后是不是要一个乘号 或除号 所以它就比对到乘号 乘号呢 接下来又是一个F 又是一个F 结果这个F呢 就发现说 OK 最后一个F是5 OK 所以每一个F 你是不是会看到 它都有比对到一个 要么就是N 对 在我们这个例子只有N 但是下一个例子就比较复杂 下一个例子我写这样 3加4加5乘6 好 这时候呢 它E呢 它的E呢 先一样 比对到 变成T加T 变成T加T 那这个T呢 就变成F是3 3 然后接下来呢 F比对完了 所以就 T比对完了 F T比对到F F是3 所以T比对完了 F比对完 接下来T比对完了 就碰到3 碰到加 碰到加 好 碰到加之后呢 又再 再一个T 对吧 又再一个T 那这个T比较复杂 因为它里面有4加5乘6 这个T呢 又 先比对到F 先比对到F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你看它的F是怎么比对的 它的F是比对到 怎么讲 这个T E等于T加 这整个 这整个呢 就是后面的这个T 整个就是后面的这个T T变成F之后呢 碰到括号 碰到括号 于是它知道里面有个E 所以又再去比对里面的E 比对里面的E E又展开成T 照刚刚的东西再一次 所以这里面又是一颗指数 所以这是地毁的方式比对 你会觉得 如果你对地毁没有很清楚很清楚的话 你这个程式一定会看得很乱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这个程式我们的做法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所以终端的数字只能够是0 一个数字 好那首先呢 我就印出这一个规则 然后接下来印出我要剖析的字串 剖析的字串就是参数1 参数1 OK 因为是参数1 所以我才可以这样下 这样下 那你中间千万不要给任何空白 你给任何空白就完蛋了 因为它会参数2 好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真正的关键是PASS这一个函数 关键是PASS这个函数 好那关键是PASS这个函数 我们看PASS写什么 PASS呢就是把我要被剖析的字串呢 记住放在TOKEN里面 这个TOKEN就是用来记住我要剖析的字串而已 那因为我们都是单一字元 所以我也不用做词汇取得的动作 因为都是单一字母 那我直接就呼叫E来比对 我呼叫E来比对 因为我们最上层是一个E 我呼叫E来比对 然后碰到呼叫E的时候 我就先印出一个E 代表说我现在正在比对E 正在比对E 那因为E的语法是TT然后加减TOK 而且是新号 就是可以零次以上 所以就用File is next 如果下一个是加减的话呢 就代表还要再继续比对加减 然后再比对TOK 那这中间的Print F都是我为了印出来好看的 为了印出来好看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印那个字 那因为E是在最上层 所以我就印一个空格 代表这个字是在第二层 那后面这个呢 因为F在已经 就是这个T已经在第二层了 那我在这边呢就印两个空格 代表第三层 这就是刚刚我印的不漂亮 像下印的比较漂亮的原因 那但是代价是用了很多Print的F 那这边呢 你看E变成T加减T循环 T变成F乘除F循环 OK F呢 要么就是碰到括号E括号 否则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各位有用过Assert这个东西吗 Assert的这个东西是 只要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程式马上中断 然后它会告诉你错在哪里好 而且你Assert条件是什么 它都会告诉你 所以我可以随便弄一个让它错的 让它错的 比如说没有这个符号吧 就让它错 它就跑出AssertFail Ch等于这个 因为我故意让它错 它要找后面的括号找不到就错了 那这个是Assert的用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用Assert 代表说我们很确定这一个一定要0到9 否则的话你整个剖析就失败 失败就直接最简单就是印出来 哪里失败就好 那这个是我们用Assert的原因 那里面有用了好几个Assert 那接下来 有没有这里还有一个Assert 一旦有一个括号再加一个ESP的话 那后面一定会跟着那个括号 不然的话就是错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所以我们的程式大致上就是遵循地毁结构 遵循地毁结构 然后Pass靠着E、T、F F可能又递回E 这样的方式来做 OK 那所以请各位现在再看一次 再执行一下再看一次 你下载新的这个版本执行一下再看一次 那等一下我们来出各位的作业